你们坐完了 坐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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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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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都被困在扬州一个多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涛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又来核酸检测 现在是梅岭街道的豆庄菜场这边 最近连续检测 每天都要检测 因为我的堂弟要离开扬州去无锡读书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检测现场 和我们凤凰桥社区有什么区别 通知是今天早上8点20 到社区服务中心楼下集合 你看这么多 都是离洋人员 大多数都是学生 有很多都是来扬州旅游的 或者是到扬州探亲的 就被滞留在这边 前了几天材料 终于要回去了 到了 到了 我弟整整在扬州待了两个月 其中在家里面 隔离就待了一个多月 网额掌忙的瘦的 非常的瘦 骑车大部队出发 到一个集中点进行核酸检测 今天早上下了一场大暴雨 现在地面都是湿的 万福路和石科瓦路交叉口 真的是一个多月没来了 现在来到了梅岭东路 应该是到梅岭社区 我们凤凰桥社区也属于梅岭街道 这个是曾经的梅桐大道 这个是曾经的梅桐大道 好看的 到了这边停车 这个队吓人了 哎 排队还是躲不掉 这个队也太长了 大家都被这个队友震惊到了 这是梨阳人员排队 真正开始检测的时候就快了 等医务人员过来 美岭东院 查的好严 已经开始检测了 检测起来就快了 早点检测完早点离开扬州就上学 这边队友都排到大马路上面去了 实在是太多了 快了啊 快了 这边放个凳子会不会更好一点 排了好长时间终于排到了 嗯 美岭中雪 测完了回来了 现在是万福西路 美岭街道 金色百汇农贸市场 再一次来核酸检测 最近就是天天都要核酸检测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离开 所以你每天都要测 才能保证48小时两次核酸检测 它这边的检测相对我们凤凰桥在游泳馆里面 这个条件就普通了很多啊 这个属于露天的 而且这边人也多也吵杂 今天来检测跟前天来就不一样了 今天属于解封状态 前天呢还是封闭状态 人少很多 这一块确实 队伍还是蛮长的 环境就很普通了 现在在这边排队急着想离开扬州的 大多数都是为了孩子上学问题啊 像无锡苏州还有其他等等城市 中小学已经开学好几天了 还留在扬州一直隔离 能不着急吗 而且昨天一批自驾的已经离开了啊 昨天的高速路口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混乱的 因为每个领导的政策都不一样 像我们这些非自驾的 你只能服从社区的安排 目前还没有清晰的规划啊 哪一天离开还是不知道的 所以就是积极的配合做核酸 之前省内和省外一样 都是规划从南京南 到了南京南之后 往省内和省外 坐车离开 现在呢 省内的有可能到扬州北站 再坐大巴到其他城市 所以一切都要 听从这个社区和政府的安排就行了 关键是时间不等人啊 比较着急 我自己呢 六号学校就要开始上网课了 所以我希望在六号之前把我弟送回无锡 这样我也可以安心的做我自己的事情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持续关注着黎阳人员的动态 喜欢小套视频的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检测完 顺便就来这个菜场看一看 水产 严格登记啊 必须扫码才能进菜场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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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